来嘞,兄弟们,欢迎收看虾七八谈,我是老虾 几乎在所有的网络中啊,都有一套自己的经济系统 用以维持游戏的正常运行 以及提供给玩家进行装备道具的交易场所 有的就要拍卖行,有的就要珍宝格 玩家在这里进行装备的售卖和购买 由此也产生了很多的游戏商人 他们低买高卖,团货居齐 在游戏中获得了更多的优质资源 竟然也将利益送给游戏官方和玩家 玩家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商人赚钱 游戏官方则成为最大的获利者 将玩家劳劳把握的同时 也能吸引更多人玩游戏和课金 所以啊,在这种三方各区所需的微妙平衡下 官方会刻意地去维持游戏中经济体系的平稳 不过呢,一旦出现漏洞 就会导致经济体系的崩溃 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 足以导致一款游戏走向凉凉 曾经的魔兽世界是一款非常适合搬砖的游戏 玩家只要注意到拍卖行中哪些道具的价格异常 适时的存点货物 等价格再买出 不说发家致富吧 混个月卡钱是没啥问题的 游戏中叫严尊精粹的橙色材料 这玩意出售给NPC的价格是50斤 不过呢,大家都知道 游戏中这些材料卖给NPC的价格是很低的 所以基本上都上下拍卖行了 价格要高得多 去年8月21号 有玩家发现拍卖行 竟然出现了大量售价价1亿N币的原尊精粹 100亿N币的1亿金币 也就是说 只要从拍卖行买下这些材料 再专手卖给NPC 其中的利润差居然高达5000倍 于是有玩家尝试点击购买 却发现游戏显示 内部拍卖错误 或该物品不存在 但其他材料和物品却可以正常购买 很快大家就意识到 这可能是由于拍卖行核区 导致数据异常出现的bug 虽然普通玩家无法购买 但对于一些商人和脚本玩家来说 简直就是小意思 通过一些脚本 或接触手机拍卖行的方式 以1亿银币的价格 买下了大量材料 再专手派给NPC 最重要的是 由于这是bug产生的道具 所以即使玩家大量购买 却完全不影响拍卖行的存量 紧接着 他们自然赚来的金币 找人或者用小号高价挂几件装备 通过在拍卖行购买的方式 将钱这么一洗 左手机右手出 直接套现 短时间 有玩家靠这个办法 狂豪上亿金币 直接上了论坛截图 秀出了自己的战机 要知道 如此大额的金币交易 必定会造成游戏内的金融风暴 就算魔兽世界玩家体能大 那也是一次不小的冲击 因此21号刚爆出来这个bug 隔天 暴雪就迅速关闭拍卖行 但是已经有不计其数的黑金流入市场 而且刷金的玩家已经抽身离开 就算暴雪想要追责 最多也只能封一下刷金的玩家账号 但人家已经靠着赚了十多万了 还在乎一个账号吗 说过说刷云尊敬罪 还需要听您看 那么接下来这个 可以说是全民参与 却在这次风波刚刚过去没多久 11月6号凌晨 拍卖行又有又出问题了 这次是一个叫慧安累牌的道具 在游戏中预览制作实物 原本无人问津 但有玩家发现 不管拍卖行中累牌标价多高 你都能花一银币买到 但而卖家却能收到标价的金币 这么说吧 我在拍卖行把一块累牌标3000金币 然后再花一银币买回来 还能收到系统给的3000金币 这一部分相当于是从系统中卡出来的 由于这个毫无成本 所以几个小时之内 就成千上万的玩家开始刷金币 十个号一个小时 就能刷出来3000多块钱 更别提拥有大量账号的工作室了 效率更加恐怖 一时间游戏内金价暴跌 物价紊乱 经济系统一度崩寒 用来套现的时光徽章 从40万金 一下子涨到了50万金以上 金币商人连夜跑路 连生意都不做了 这次事件持续的时间并不长 短短6个小时 宝序就紧急出面 关闭了所有的拍卖行 同时对恶意刷金的玩家账号 进行大规模封禁处理 从论坛上看到有的老公哭诉 四个号都被封了 还有的拿老板的号刷金 结果给报却封了 还不知道怎么给人赔偿呢 从山口山上线到现在 感觉刷金bug好像还挺多的 总之 还是不要拿自己的账号隐身翻写 除了魔兽 梦幻西游曾经也是刷金事件不断 最严重的一次 差点导致游戏停服 作为国内最早期的一批网游 梦幻西游一直有着庞大的玩家群体 和稳定保持的经济系统 一般来说 游戏状号 装备导具啥的 最不保值了 从你买的那一刻 就开始亏钱了 尤其是有些厂商的游戏 皮肤时装一大堆 还他妈死贵 最主要的是 还不能交易 买的就是亏本 是谁啊 暂就不说了 不过梦幻的 却真正意义上做到了 将游戏中的虚拟物品 系统化 以及价值化 有的装备 玩家用上一年 价值反而会增长 这都得益于梦幻有一个 长期且稳定的经济系统 游戏中有一个藏宝图玩法 分普通藏宝图和高级藏宝图 只要你运气好 就能挖出一些高级的宝贝 大赚一遍 高级的藏宝图 是需要五宝合出来的 这五宝最值钱的 当属订婚猪了 这是许多挖宝玩家的最爱 曾经有一段时间 订婚猪的价格 在140万梦幻币以上 获取办法除了挖宝以外 还有帮战 幸运宝箱 抽奖活动等 在过75集小白龙剧情的时候 预递会给一颗丁魂猪 要求玩家交给镇塔之神 只不过由于那会儿缺钱 很多玩家选择将这玩意卖掉 结果到了85集 过去先需要了 又得花100多万买回来 当时有位老哥 也是早早地就把丁魂猪卖了 又舍不得花钱买 于是他找到梦幻精灵 询问有没有找回道具的办法 梦幻精灵告诉他 可以在长安皇宫后面的 剧情道具丢失处购买 于是老哥登登登 跑过去一看 好家伙 原本售价140多万的定魂猪 只需要20万梦幻币 当他买了一颗交安任务后发现 居然还可以继续购买 一共就买10次 也就是说 花200梦幻币 就能得到1400万的利润 虽然也就100来块钱 但他又用低价买来 大量75集的小号 疯狂刷取定魂猪 一天时间 就把他所在大区定魂猪的价格 从140万刷成了70万 当一个区刷的差不多了 就换另一个区刷 最狠的把一个区的价 直接刷了40万 比白菜还白菜 这消息不知道怎么被传出去 大量的玩家创建信号也去刷 虽然肉都让这哥们吃了 可还能喝点汤的事 一时间 市面上大量的定魂猪涌入 导致原来的宝贝 变得一文不值 不久后 网易就检测到定魂猪数据的异常 立马修复了一个人可以买十字的bug 明确来说 应该不叫bug 而是游戏官方的疏忽和失误导致的 根据梦幻玩家流传 最早刷定魂猪的那位老哥 因为害怕网易追责 所以直接删好气坑 不过他就凭着刷的这些钱 买车买房 被小康了 2009年的时候 梦幻西游在参考了现实社会股票交易市场的运作手段后 也出了个虚拟的股票系统 在7月份的一次版本更新后 像60级以上的玩家 发放了一笔体验的资金 数量大概就是玩家等级 乘以等级乘以6000 100级的玩家 大概就是6000万 159级 能领到1.5个亿 虽然数量看得很多 但盈亏基本上跟玩家没多大关系 就算能赚 也是一点小数目 但有玩家在创建股票账户时失败 惊奇地发现 记忆的体验金 竟然直接变成了梦幻币 很快大家就意识到 游戏出bug了 赶忙在世界频道公布了这个消息 接着便打开商场 大肆购买点卡道具 生化晚了 羊毛就耗不着了 不过这次官方反应的还算及时 在大多数玩家才刚弄明白怎么回事 没开始行动的时候 便强制要求所有玩家下线 游戏停服 等系统再次开放的时候 游戏内股票系统已经被关闭了 同时对因bug问题 发放到玩家账户上的梦幻币 继续回收 那已经花完了 或者转移了怎么办 你的梦幻币余额 就会显示为负数 同时一些游戏活动 也无法进行 直到你交情欠款 官方的这一操作 引起了很多玩家的不满 毕竟bug是系统产生的 又不是玩家钻空子 开脚本 对吧 不过也有机制 玩家牺牲了十来个小号 刷了十多亿的储备金 到大号上 也算是成功的白嫖道了 热血传奇当年由于技术限制 可以说是漏洞满田飞 其中最有名的几个刷进bug 更是直接导致游戏金融体系崩盘 不少玩家因此赚了一套房出来 首先是交易吧 这个bug有点缺德 怎么玩呢 传奇里的游戏玩家 在买卖交易时 是可以互相之间看到对方放置的道具 和金币术的 当你跟别人交易装备的时候 提前把多余的钱存进仓库 比如说对方这件装备有1000金币 你就带了1001金币 等他将装备放进交易栏了 你再将交易盒改为1001 这个时候系统就会开始提示 背包中金额不能为零 然后钱也就回到你的背包中 但是在对方看来 现实的交易金额 还是约定好的那个价格 再次点击交易 就不允花一分钱 把装备拿到手了 一时间有不少玩家上当收片 白白损失了自己的装备 没过两天 这个bug就被受害的玩家举报 虽然胜大力气修复 却没有对使用bug的玩家 有任何惩罚 也是含了一众玩家的心 白月门广金 是热血传奇最有名的一个金币漏洞 热血传奇1.5版本的时候 推出了白日门丛林米宫 吃月峡谷等地图 为了方便玩家储存金币 官方在白日门仓库 开放了金币换金条的业务 一金条等于100万金币 手续费是2000金币 玩家们还是利用了背包金币 不能为零的奇葩设置 装上100万02000的金币 就能在白日门不停地兑换金条 而自己的金币则一分不少 消息被传开后 白日门挤满了钱来刷金条的玩家 不少拼命玩家一夜变土豪 宋大这边足足损失了几千万 尽管他们紧急修复了bug 同时对刷出来的金条展开回收 但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游戏内物价已经崩盘 矿体时间过去了好几天 想回党也不太现实 无奈的声大 只能提高中备售价 金条多了多少 价格就等多少 可苦了没刷金条的老实玩家 又没钱 还要承担报价的顾价 一款网友想要长久地运营下去 是一定要有稳定的经济体系 面对这些刷金漏洞 玩家虽然看起来是捡便宜 耗羊毛 却无形中为自己的账号增添了风险 一旦出事故 封号都是小事 若涉及到的数额大点 保护者还要进去吃两天捞饭呢 这里是瞎七八谈 下期再见